而另外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川普21号 是到了北卡罗莱纳州举行他遭到暗杀之后 第一场户外的造势活动 为了防止意外再度发生 特勤局特别是拉高了伟安的规格 在川普演说的讲台上设置了防弹玻璃 川普照例对近期声势上涨的对手贺锦丽 发动侮辱性的攻击 他指贺锦丽是史上角逐白宫最激进的左派人士 如果贺锦丽赢得11月份的大选 数百万的工作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川普还说若是贺锦丽当选他败选的话 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会发生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